免税投资账户 又一个税年就要过去了 每年的4月5日税年结束 你给自己算过账礼过财了吗 2021至2022税年的免税额都用了吗 对于个人来说 免税投资账户主要就是 ESA个人储蓄账户和Pension养老金 ESA分现金型和股票基金型 ESA是你税后的前存进取 好处是所得利息 股息或资本利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 ESA每个税年可以投入的钱是有限制的 目前每个税年大人有2万英镑 小孩有9000英镑的额度 而养老金的免税方法不一样 是税前的钱投入养老金 等你退休后取养老金时 根据那时你的收入交税 一般来说退休后比工作时收入低 因此税率低从而交税少 养老金也有免税额度 根据你的收入有变化 如果你的年收入没有超过24万英镑 则存进养老金账户的4万英镑前是免交个人所得税的 所以存养老金是一个很有效的税务减免方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我2021年写的博文 当你的年收入超过10万英镑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小孩也可以存养老金 叫Junior SIP 额度是每年3600英镑 其中你存2880英镑 政府补贴720英镑 相当于免20%的税 除了税务减免的方法不一样外 ESA和养老金的另外一个区别是 ESA的钱可以随时取出 而养老金的钱得等到退休年龄才能取出 当然 ESA的钱如果你存进后又取出 就算这个额度已经用掉了 比如你存了5000英镑又取出 这个税年只剩下15000英镑的额度 第三个区别是 ESA的免税额度当年不用就作废 而养老金可以补交 及前三年没用完的额度可以当前睡年用 每个睡年快结束时 可以算一下自己有没有余钱 可以存多少进ESA 存多少进养老金